歡迎回到地獄耳門的基礎教成 這次就是講藥品與工具 我現在來介紹這個工具就是手電筒 在遊戲中,手電筒的作用基本都是照明 但在遊戲中,基本上有兩種東西作為照明 一開始就是電筒,第二就是火機 但是火機的作用沒有手電筒那麼好 以上這幾種武器都是可以一邊拿武器一邊拿電筒 例如這把水果刀 士巴拿 只要在拿起武器的時候,按F就可以相似 一邊拿武器一邊用電筒 是不是很方便呢 而且在遊戲中的電筒是沒有電池的 沒有電量限制的 後期用機能都可以 隨便都是工具之一 讓我們撿起它,再撿起木板 然後就點右鍵 然後按左鍵對著門 這樣釘兩下,就可以完成一個路障 就是這麼簡單 按槍就是用來開鎖住門 有時候是隱藏門 或者是道具房的門 又或者是任務提示的門 例如這把鎖 對著它按右鍵 等它進度跌過之後就可以開門 滅火桶 看到有火的時候,或者任務提示的地方 你對著它按右鍵都可以滅火 在防守圖的時候,如果 我們的左上角會有兩個百分比 有些圖可能是三個百分比 然後那些百分比就是我們防守 區域的內九度 你怎樣填充那些內九度 就要靠這些箱 就要拿出這些旅行袋 就放在我們防守區域 會增加回內九度 就是這樣 藥箱就基本是出現在防守地圖 但是也有少數的通關地圖 都會有藥箱的存在 藥箱就放在半透明的區域裡面 就砌過去 這樣就可以加血了 在遊戲裡面 加血有三種方法 其中有兩種是很主動 有一種是很被動 很被動的一種就是崩打 崩打 要在流血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用到它 藥包和藥箱 你都可以很主動地用到它 藥箱 隨著你補血的數量 會漸漸減少它的內九 它變成零的時候 藥箱就會消失了 如果我們遇到流血狀態 就是現在 屏幕周圍有些血跡 人媽在喘氣 不是喘氣 不是喘氣 咦 好像有些大姨媽在 這樣我們可以用 這兩個來治療 第一就是這個崩打 和藥包 但我不知道藥箱可不可以 我現在來試一下 都可以 一樣可以 押血 好像藥牆 不可以 即是要崩打起來或者藥包 我們即使用藥包 崩帶加15滴血,藥包加35滴血 在感染狀態下,基本上有兩種解決方法 第一就是藥丸,第二就是疫苗 我們先試試藥丸,看看什麼效果 這樣就消除了周邊的血絲 剛剛的血絲就是我們的感染狀態 不過這種藥丸只能維持5分鐘的藥效 過了5分鐘後,又要再吃一次藥丸 除非你通關了 然後呢,疫苗,以前在官方圖的時候 都時不時會看到,但是呢 由於官方覺得它太Bug了 所以就取消了它的存在 在非官方裡面都會看到它的 或者在插件那裡都會購買到它的 如果呢,在感染或者沒有感染的情況下 打了疫苗之後呢 以後你被喪屍咬啊 或者被喪屍咬啊 或者被喪屍打的時候 都不會說會感染的了 但是呢,會有副作用 就好像現在這樣 很朦朧很朦朧 但是它那一下就會恢復正常的視力 但是打了疫苗之後呢 它仍然都會被喪屍打的時候 會出現流血狀態 記設計 好像沒有什麼說呢 好了,教程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就不要被 遊戲裡面的黑槍王啊 在感染的時候又被人黑槍 現在大陸服裡面有很多很恐怖的人 希望這些教程可以教到大家 就這樣吧,拜拜